在中国有一个非常神秘的东西 武术 当然我们说的武术 并不是那个闪电五连边那种 而是传说当中的古武术 之前我们有讲过 南淮景老爷子 他讲述自己遇到见仙的故事 已经蛮神奇了 但今天这个网友投稿 就更加的细节 来自台湾的网友穆穆 他说他的爷爷会五雷掌 那为了方便描述 我们用爷爷的乳名六两来称呼他 这个事要从1950年说起 就那一年 14岁的六两跟随家人一起 到了台湾 家里一共缺了7口人 总得吃饭 当时呢 六两的父母就开了一家牛肉面的摊子 没想到很受欢迎 两三年的时间 摊子就变成了面馆 六两一家人呢 也算在那边稳定下来 那又过了两年 因为六两的父母啊 年事已高 店里的事儿 基本上就交给六两 和他的两个姐姐打理了 在此期间呢 店里就经常来一个老头 穿得很有派头 就那种很干净的中山装 当时是很少见的 其实 看起来呢 50多岁的样子 那每次去 都是一个人 带着一壶酒 要一碗面 一份酱牛肉 很自然 六两呢 对这个老头就很好奇嘛 一来二去啊 也了解到 老头是49年到了台湾 就他一个人去的 没有家人 蛮可怜啊 但这个老头呢 就很有钱 每次结账 都会多给饭钱 六两呢 就觉得说这个老头 蛮特别的 不简单 所以呢 对这个老头就 比较关照 那么有几次呢 老头在店里喝醉了 啪桌上睡着了 六两是一直守在旁边 还给这个老头找东西盖 那到了57年那一年 有一天傍晚 六两呢 正在面馆的后院忙活 店里呢 拿了几个外国人 喝醉了 当时六两的三姐 在店里呢 正在打扫卫生 几个外国佬一看 小姑娘 年轻靓丽 就围着这个三姐 动手动脚的 三姐吓得喊了起来 在后面砍车的六两呢 就赶紧跑了过去 当时也知道 外国佬不好惹 就挡在三姐的前面 各种陪笑脸 但这群人呢 根本不给面 开始砸东西 吓得店里的客人 都跑了 人一跑 这个外国佬呢 就更过分了 两个架着六两 另外两个 就把三姐呢 往地上按 你说这还得了 能看着自己的姐姐 受欺负吗 六两呢 是吃奶的劲 都使出来了 跟外国佬干了起来 但你说双拳不敌四手啊 猛虎架不住群狼 没几下 这个六两呢 被打得躺在地上 几个外国佬 就朝三姐走了过去 那三姐当时应该是 受到惊吓 跑都不知道跑了啊 那眼看三姐要被欺负 六两啊 恨得手指都抠出血来了 这个结果眼 老头来了 还是一个人 一壶酒 来了之后呢 老头就静止 走到六两的身边 把他扶了起来 说大男人哭什么哭 我帮你把他们赶走 你今天免我饭钱 你看行吗 这个六两呢 是赶紧点头 然后呢 也没看明白 老头是怎么过去的 就感觉是一踏步 人就过去了 还没等看明白 四个外国佬 全都被撂翻了 随后呢 老头就指了指门 示意他们离开 但几个外国佬呢 挣扎着站起来 屋里哇啦的 不知道说了什么啊 然后呢 四个人一起 朝老头围了过来 这个时候老头呢 就朝在旁边的 一张八仙桌 啪一掌拍了下去 整张桌子 直接四分五裂 还带着一股 焦糊的味道 四个外国佬 看啥眼了 转身就跑 这一幕呢 是极大的震撼了六两 也明白 眼前这个老头 绝对不是一个 普通人 不简单 于是呢 是一边 强忍着痛 扶着强起来 一边叫三姐 招呼老头坐下 等六两爬起来之后呢 先是歇了歇了老头 随后呢 忍着痛 去后院 找了饭菜 那么一切安排 在妥当之后 这个六两呢 就站在老头的身边 那也不说话 直到老头 吃了半盘牛肉 就也喝了半壶 这才扭头 看向六两 让他坐下 六两呢 坐下干想开口 老头先说话了 想学吗 我可以教你 但是学了以后 不能骂人 更不能作恶 你能办到吗 六两一听 震宗下怀 赶紧点头 说自己呢 只想有保护家人的本事 就打那儿以后呢 六两就搬到了老头家 每天一回去呢 就是练功 也知道了自己学的这门功夫 叫五雷掌 但这门功夫的练法 很颠覆六两的认知 刚开始练的时候呢 要根据二十四节气 换不同的药水来泡澡 每天至少要泡两个小时 而且泡不同药水的同时 呼吸方式也不同 老头说啊 这叫练五脏 五脏练强了 才可以存更多的气 但是这一步 六两一直练了六年 才算过关 然后呢 开始打坐和练手 打坐就是跟着老头一起 按照他说的方式呼吸 那么渐渐习惯之后呢 打坐就等同于睡觉了 但练手就比较痛苦了 每天呢 要把这个掌心划破 要出血 然后呢 浸泡一种药汤 开始的时候呢 就犹如万一世新 后面啊 渐渐就麻木了 这一来一回 又过去两年多 此时的六两呢 已经三十多岁的人了 虽然说结婚已经两年多 但两个人一直没有圆房 因为就跟老头说了 练成之后才可以圆房 那终于是有一天早上 老头就带着六两一起呢 去了附近的公园 让他对着一棵大树 打一掌 在打之前呢 老头告诉了六两一个口诀 让他在心里啊 默念三遍 再打 神奇的是什么呢 当这个六两 念完这个口诀之后啊 就感觉整个内脏 酥麻酥麻的 一抬腿 人就唰的一下出去了 那灰掌躺大树的时候 整条胳膊啊 都感觉像被火烧一样 从胸口一直烫到掌心 那啪 一掌积在树上 胳膊的那种烫感呢 才消失 那再一看 这个树上呢 被烙了一个啊 陷下去的黑色掌印 还冒烟呢 就跟拿火烧出来的一样 老头看完之后点了点头 跟这个六两说 五雷掌 算是练成了 以后每天打坐一个时辰 就行 但千万不可以做坏事 更不可以人前显露 否则必到天前 还有呢 就是以后也不用去他家了 回家好好跟他媳妇过日子就行了 老头说的话呢 六两都照办了 虽然说搬回家住了 但没事呢 总会去老头家 给他买酒买肉 不过有一点 这个六两呢 几次要拜师 老头一直不同意 说他不收徒弟 两个人呢 这是有缘 加之啊 六两的人品 这个老头呢 看在眼里 后来六七年的时候 六两呢 就生了一个儿子啊 也就是咱们投稿网友 木木的父亲 之所以木木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是在木木读国中的时候 当地社会人 要强行低价 收购他们家的店面 家里人不同意 这个社会人呢 没事就去捣乱 直到有一次啊 去了十几号人 到这个店里打杂 恰巧那一天 木木和爷爷在店里 本来呢 这个爷爷是一直跟他们讲道理 但是那帮人呢 却拿刀子伤了一名客人 而且还要伤害木木 爷爷是一怒出手 两分钟不到 徒手打翻十几个年轻人 后面呢 有两个人呢 上车要跑嘛 这个爷爷呢 是追了出去 直接一掌啊 硬是把车头给打得陷了进去 车里的安全气囊 全都弹出来了 后面警察来了啊 把那帮捣乱的人 全都带走了 而爷爷呢 只受了几束皮外伤 当时爷爷已经71岁了 后面木木呢 在陪爷爷做护理的时候 就好奇问起来 爷爷才说出自己啊 当年的故事给他听 就打那以后 那帮社会人呢 也没再敢去店里捣乱过 其实木木也很想学武雷长啊 但是爷爷呢 并不知道当年那些药汤 是什么配方 这个事呢 也就不了了之了 如今爷爷已经不在了啊 木木分享这个故事呢 也是想告诉大家 中华武术是真的存在啊 只是跟我们的理解 可能是啊 有点不同 好了 今天的故事呢 就到这了 我是老飘 下个故事见